就当孩子们在拼成绩 大人们在拼业绩 各自为理想努力拼搏的同时 世界各个角落却不约而同浮现了许多 再也不想努力的人 在日本不求职不社交 甚至能够大半年不出门 隐居在家里的折居族 就至少达到了五十多万人 在毗邻的韩国 更是出现了抛弃恋爱 结婚生子就业买房 反抗着社会和经济压力的 五抛世代年轻人 随着中国求学求职 以及抚养儿女带来的巨大压力 这股风气也逐渐吹入了国内 带动了躺平学 抛开传统价值观 颠覆社会标准 躺平究竟是逃避还是领悟 天天睡到自然醒 一天只吃两顿饭 在房里健身到湖里泡水 这就是躺平学大师 中哥的生活日常 每月开销只要两百多人民币 靠着打游戏赚点零花钱 每年一两个月还会到横店 做群众演员 换个地方躺着赚钱 放弃竞争 过着低欲望生活 中哥分享的佛系躺平哲学 无意间与许多青年起了共鸣 在网上火了起来 阅读量就接近两千万次 不同于日本肯老的青年 躺平生活方式 虽是低欲望 但还是自给自足 不至于寄生父母 躺平不一定是吊儿郎当 当无业游民 更不是放弃生活 而是放弃天天加班 耗尽生命 去争钱买房 结婚生儿育女 满足父母期望 或社会标准的生活方式 降低欲望 缓解生活压力 该休息就休息 毕竟人人既有奋斗的权利 也有不努力的自由 如果说人才是企业的栋梁 那躺平在企业家眼里 就是啃食 并掏空员工奋斗精神的害虫 对此运动发起了攻击 有的董事长 劝年轻人即便吃好穿好 还是应该努力 为身边的人以及社会 创造更美好的时代 追求精神财富 近来 清华大学也有教授 表示躺平不负责任 对不起父母 对不起一万个纳税人 更是把躺平送上了热搜 也有老总 以为国家创造财富 激发年轻人 为国为民 再继续努力 但有网民认为 打压躺平文化的 都是一些享受过中国改革开放 红利的一群人 并不体会国内目前激烈的竞争 和年轻人的苦楚 年轻人躺平 看起来很颓废 很负面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 它也代表着年轻人 反对被企业剥削 被当成赚钱工具的反抗 同时拒绝 时代追求 社会标准的一种反思 人生必有登峰造极的勇士 也必定有安居乐业的凡人 只要怀有理性的期望 并言行一致 相信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幸福